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 走出科学 我是邓恺 他是月月 首先要和大家聊聊这两天 小红书上一位博主研究生入学入驻新宿舍遭遇的离奇恐怖之事 由于原博主因不可抗因素已经删填乃至于消耗 所以我们就引去所有该学校的有关信息 单说说这个事 9月6日中午 一位小红书博主研究生入学第一天 带着行李到学校给他安排好的新宿舍 同前应该还有一位室友 打开门一看 宿舍里东西都在 可没有人 而且没开灯 一开始博主以为这位新室友是出去了 便自己收拾东西 此时他看到室友床头登记卡上 写着这位室友的入主时间是8年前的2014年9月2月 博主转念一想 这位新室友也许是博士吧 所以在学校念了好多年 博主想开灯却打不开 于是去找宿管 宿管发现这个宿舍的电闸都拉掉了 开灯后 博主发现宿舍里比较脏乱 更为恶心的是宿舍的卫生间爬满了虫子 大家看沐浴液瓶子直接扔进马桶里 楼主心想 这位室友就算偶尔回来住一两次 也不至于这样吧 隐隐的感觉有些不对劲 博主晚上没在这里住 第二天回来打扫卫生 室友依旧不在 可打扫过程中 博主发现了一些细思极恐的事情 博主猛然发现 这间宿舍的时间仿佛停在了2014年 除了卡片上显示室友是2014年9月入学外 博主发现宿舍里这位室友的所有物品 生产日期都在2014年或2014年以前 比如桌上这桶方便面 生产日期是2014年 早在2015年过期了 为什么还放在宿舍里 包括这位室友的化妆品 生活用品 甚至相机都还在 只不过没有一样是2014年以后的东西 似乎这位室友2014年某天匆匆离开后 就再没回过这里 这里也没有被人打扫过 这博主去问了宿管 宿管也不清楚情况 他说疫情开始之后 这里就疯了 没住过人 是这几天才刚刚开放的 所以宿管也不了解情况 他也是新来的 博主转念一想更不对了 疫情最早那也是2019年了 而这位室友似乎2014年就不见了 所以疫情导致他搬走三年 说不过去 博主觉得阴森森的想换亲 可宿管没有同意 因为都满了 博主摆动了下这位室友的名字 按时间算 他应该已经博士毕业了 越想越奇怪 此事瞬间在小红书上火了起来 楼主本意只是讲述了 生活中遇到的一个怪事 没想到网友们脑洞大开 许多人怀疑这位室友 会不会是在八年前的2014年 发生了什么意外 死去了 种种原因导致这个宿舍 一直没有人敢打理 这些物品就一直躺在这里 仿佛还停留在2014年 这吃瓜网友一向是看出病不嫌事大 大家集思广义开动搜索引擎 帮博主找这位死者的信息 首先有网友查到博主所在的大学 2014年1月7日下午 某学院大四学生发生坠楼事件 但信心的网友很快发现不对 因为博主的牌子上显示 这位室友14年9月才入学 1月坠楼肯定不是他 所以检索时间应该放在2014年9月2日以后 很快又有新发现 有网友发现2015年11月19日 同样是这所大学 一位大二女生被发现在宿舍内倒地 医生赶到后已无生命绩效 最后事件报告显示为猝死 网友分析博主那位消失的摄友 很有可能就是这位 因为正常来说 6月毕业季东西没带走的话 留下来就应该是凉席薄被子一类的东西 而从照片中看 床上的被子像冬天 恰好这位女生是15年冬天去世 如果说从那之后没人冻过这床被子 那是解释的通的 很多网友替楼主感到害怕 随后还有网友查到 这所学校过往所有意外去世同学的新闻 认为确实15年这位女生最为接近 然而正当热心网友们 想帮助楼主克服恐惧 揭开真相话题热度越来越高之时 博主突然将之前的所有内容删除殆尽 随后发了一个简短的声明 因为话题热度太高 被学院打电话 学院方解释说 这位社友不在是因为他是定向培养的 没避得了业 所以人就没回来 一会儿宿管就来把他的东西全部收走 至此似乎得到了一个答案 然而这依旧令人生意 有网友就问了 为什么八年前校方宿管不收拾这间宿舍 任由里面的物品躺在这里整整八年 非要博主在网上闹起来之后 才来收拾 任由里面的物品躺在里面 整整八年没有动过 也没有腾出来把这间宿舍给别人住 不是说床位很紧张吗 还有那位室友为何相机都不会来拿 确实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细思极空 因此综上所述 有人猜测 会不会是这座宿舍曾经发生过某些意外 导致校方在内 没人再敢接近他 疫情风啸三年更是无人问津 直到最近开学 床位紧张 才想起把这间宿舍安排给博主 不禁令人浮想 最后一位网友解为道 大家不要难为博主 院里找到他肯定是说明有不好的影响 估计就是大家猜的那种原因 不想让他说出来 没想到这条评论得到了博主的点赞 并回复谢谢理解 最后楼主注销了自己的账户 只剩下微博等平台们网友对此事的热议 的确这件八年前消失的室友事件 令人感到不寒而泥 那么说到女生宿舍的事件 不得不想起让人非常痛心又非常恐怖的 1998年天津七仙女事件 如前面我们所说 校园中发生意外是常见的事情 但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起事件 一共有七位女生同时遇害 1998年12月22日深夜 位于天津市西南部的 靖海县第一中学女生宿舍 几名女生闻到走廊外 有一股非常刺鼻难闻的气味 虽然很难闻 但因为太晚了 他们就隐忍不发 直到第二天早上 女生们终于忍不住了 寻着气味找到113宿舍 推开半眼的房门 女生们大惊失色 只见里面七名女同学 横七竖八 死状猙獰的躺在里面 警方感到后 通过刺鼻的气味和死者的嘴角白沫 第一眼就断定孩子们死于农药中毒 经过初不了解 这世间八人寝发现了七名死者 剩下那名女生叫孙亚宇 更为可怕的是 根据隔壁女生们的回忆 昨晚113房间里就传来了刺鼻的气味 说明至少那时姑娘们就已经遇害了 而有人看到孙亚宇今早从房门里走出来 淡定的洗漱 然后出门 也就是说 昨晚他和七名死去的同学 应该是一起睡了一夜 无论如何 当务之急是找到孙亚宇 没想到孙亚宇并没有走远 正在操场活动 像一个没事人一样 孙亚宇开口便语出惊人 他说自己昨晚就发现了七名室友死了 睡醒后就去操场锻炼 不关我的事 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的回答 可孙亚宇不愿再开口 警方只能先进行调查 根据检测 七名女生死于剧毒农药甲半林 甲半林农药在吞服后 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致人呼吸衰竭死亡 这里要说一句 本月起 也就是2022年9月 国家规定 不得再生产甲半林农药 2024年将全面禁售 可在24年前的1998年 甲半林农药是可以随手买到的 警方顺藤摸瓜 找到售卖这瓶甲半林的店家 经店员辩认 购买这瓶农药的 正是高三女生孙亚宇 正经面前 孙亚宇进行了交代 孙亚宇说 农药是我买的 但凶手不是我 是七名死者中的刘珊珊 孙亚宇说 刘珊珊和男友分手后 心态失常 无法走出来 便打算喝农药自杀 刘珊珊苦求之下 孙亚宇帮她买了一瓶 剧毒甲半林农药 然而本案中最可怕的是 刘珊珊认为自己上路太孤单 想让六名小姐妹陪自己一起上路 并要求孙亚宇帮助自己 欺骗大家喝农药 刘珊珊弄来一个药瓶 把甲半林灌了进去 回到宿舍后 谎称这是家里给拿的 预防肺结核的药 因为刘珊珊父母是医生 那段时间 新闻中正好又说在闹肺结核 于是小姐妹们便信以为真 刘珊珊带头喝了第一口 其他六名女生也一个接一个的喝下 刘珊珊还鼓励大家 良药苦口 这是中草药 不苦根本支不了肺结核 因为味道太难喝 大家有些受不了 孙亚宇还一边切水果 一边喂大家 让大家坚持一下 就这样 孙亚宇看着眼前七名朝夕相处的室友 经历了短暂的痛苦挣扎后 纷纷死去 当晚孙亚宇还淡定的和七具尸体同处一室 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洗漱出门 以上这些说法完全来自于孙亚宇的口述 警方当然不相信他的话 毕竟人全都死了 你想怎么编就怎么编 把自己编成从犯甚至无辜者 那也全凭一张嘴 最合理的推测应该是孙亚宇和七名室友 发生了矛盾 甚至长期被排挤 于是心生怨恨投毒杀人 可是万万没想到 警方在刘珊珊的私人物品中 发现了一封遗书 经鉴定是本人笔记 不是伪造的 遗书中刘珊珊袒露心计 作案过程和后来孙亚宇的口供几乎一致 加上同学们回忆 孙亚宇生活中的确就像刘珊珊的小跟班 刘珊珊让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 所以本案主犯应当是死去的刘珊珊 最后法庭上因为孙亚宇是未成年人 加之又是从犯被从轻处罚 判处无期徒刑 据知情网民爆料 2014年左右 孙亚宇已经出狱并且结婚成家 过着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或许她还会在某天点开这个视频 然而其他七名女生 她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98年 网络上大部分人将本案命名为 天津静海一中七仙女事件 然后我个人认为七仙女这三个字 不是特别妥当 一方面把英年早逝的女孩称为仙女 我个人不知道合不合适 就算合适 那把主犯刘珊珊和其他六名 被她无辜害死的女孩并称为七仙女 我觉得那就肯定不合适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开学了 许多朋友私信说在学校里不能出门 非常无聊甚至郁闷 希望大家还是能乐观一点 开心一点 一切都将过去 一切都会过去 没事可以多看看那个 没事的时候可以多看看什么 邓肯啊 英大吉啊 元宝啊 江无情啊 长风啊 这些视频 大家中秋快乐 咱们下期见 hurricanes 神经 Bull 你在干嘛 蓬碰 大屁股蓬碰 愿 Ну 趴下 jou 悦悦悦 女人最可爱的 女人最可爱的对不对 对不对 你的啥悦悦 喵 小狮子 打死悦悦 打死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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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 你把他摘 你把他摘